是主委 委員好 主委您好 是 我一再在NCC在交通委員會 你再提醒主委 是 這種手機打四話 業者賺很大 讓我們的消費者很無辜 這個部分我一再提出要求NCC 督促業者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結果 確實讓社會大眾還是很失望 我們確實還有改進的空間 我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以成本來計算 手機打四話 它的成本 現在 應該是在 每分鐘 大概是在六秒左右 在 這個六毛左右 但是呢 它現在實際上 它的成本 一通 六毛錢一分鐘 是不到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呢 它的成本和售價 是相差十倍以上 就是說 現在一通啊 大概是每分鐘 要六元以上 它的成本是不到 六毛 這中間的差價 實在差很多 這個請主委簡單說明一下 各位報告 我們最近剛核定過 那個接續費啊 那我們也發現接續費裡頭 確實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那其中一個部分是在於那個 有關於各項原件成本的計算呢 因為所涉及的那個項目非常的多 所以發現確實有逐步改善 成本跟售價相差十倍以上 這個對消費者的權利傷害非常大 另外你提到這個接續費的部分 針對這個接續費 它是手機打私化 在私化端的這個接續費用 你為業者降了成本 降了7% 然後這個降了7% 有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也沒有啊 這個請主委簡單說明一下 你為消費者做了什麼 跟委員報告這個 在這個定價的時候呢 接續費是眾多成本 要考慮的一個項目 當然它還有其他考慮的項目 但是真正決定價格的 其實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 這才是決定價格的最主要力量 成本只是其中一個項目而已 所以主委 我們都要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這些所謂的電信業者 包括電信三雄 他們的獲利都是暴利啊 他們都達到 他們應該有的賺錢的 這樣的一個標準以上了 但是消費者呢 像這種手機打私化 應該要強力的去督促它 要符合它的基本的成本 跟應有的獲利為主啊 不能成本跟售價差10倍以上啊 然後NCC也幫業者 降了成本 這樣的7% 這樣的一個轉接的 接續的費用 也沒有轉接到 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 這主委你怎麼對消費者交代呢 跟委員報告 這個委員剛才所提的 如果是內部所獲利要外部化 還給那個消費市場的話 它涉及的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要競爭的機制要形成 主委我請教你 你認為手機打私化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資費 是否還有下降的很大的空間 請簡單說明 跟委員報告 化物的部分呢 會因為有替代服務的出現呢 確實它有很大的競爭壓力 像比如說現在很多通訊軟體呢 其實相當程度的去掠奪了 市化跟行動化物的市場 因此他們其實受到很大的競爭壓力 在價格上面 他們應該會做相應的調整 那在四季的時代 這種化物的語音的通訊 它的費用 是他們主要獲利的來源嗎 跟委員報告 化物所占的比重急速下滑 其實數據的比重不斷的上升 在很多先進國家 這種中流量的數據的資費方案 他們的語音資訊 包括打私話 打手機 網內 網外 簡訊等等 其實都是免費的 我們現在手機打私話還這麼貴 因為我們把那個價格結構 可以要看不同的 因為我們中華電信的3G 這樣的一個資費的套餐 網內90分鐘 網外35分鐘 私話35分鐘 加簡訊200折 它的月會是897元 但是你比較美國跟澳洲 這些先進國家 這些中流量的數據資費方案 他們的3G套餐是語音吃到飽 是不分網內外包含私話 簡訊吃到飽 如果按照國民所得 他們還比我們便宜 另外你看澳洲 澳洲的3G套餐 他也是語音吃到飽 也是不分網內外包含私話 簡訊吃到飽 還有90個國家的國際電話 他的資費還比我們便宜呢 現在我就是 你剛才在講歷史的評價 當然是死人才有歷史的評價 不過在你擔任NCC的主委的任內 我們希望至少你有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謝謝委員的督促 這方面我們持續要努力 那我現在請教你啊 現在像這樣的一個中流量的數據資費方案 你認為這樣應該像先進國家一樣 像這種語音的不分網內外 四發手機簡訊等等 都應該是吃大飽的 這樣的一個方案 你會去做檢討嗎 會去做要求嗎 委員既然提到了 我們一定會去了解澳洲 跟美國的這些資費方案是怎麼樣的結構下提出的 我們看我們的環境之下 可不可以朝向對消費者更有利的方向發展 郭台銘這樣的一個大老闆 他之前也提出 在四季的時代 本來語音跟簡訊都應該要免費啊 因為他主要的是圖像 跟影像的一個傳輸 以及其他的附加價值的這些服務的費用 才是他們主力的一個賺錢的一個途徑啊 像這種銀頭小利 你看美國澳洲都讓社會大眾 讓他們消費者吃到飽 然後我們這邊還是這麼貴 這個主委 要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我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為民眾的消費權利把關啊 這才是你擔任NCC主委啊 最重要的評價 你還在我不會講說這是歷史評價 謝謝 那你要怎麼做啊 我們一定朝這個方向去 朝這個方向 找到問題在哪裡 看怎麼解決 你還沒有找到問題 我都已經講了啊 報告委員 手機打濕化 就是這麼貴啊 每一個業者這個資費方案 都有它的背景 你也認為手機打濕化不合理啊 我剛才是說 那個接續費的部分 我們確實發現有檢討的空間 那 接續費 你認為有檢討的空間 因為沒有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那手機打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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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跟售價差了十倍以上 那你認為沒有檢討的空間嗎 我去瞭解成本 它的整個價格結構裡頭 是怎麼樣分布的 因為接續費值 眾多的成本要 你也知道不合理啊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的是 有關接續費的部分 我們已經看到了成本結構有些問題 主委 你是個有才能的人 有才能的人 應該為社會大眾 為消費者把關啊 才不會浪費你的才能 而不是把你的才能啊 運用在語言的堆砌 形容詞的運用 所以對你啊 此事好這三個字啊 是不公平的我認為 謝謝委員指正 那我還是希望你能夠具體的講 你對消費者要怎麼做啊 你不能說好 委員講的有道理 我們朝這個方向 什麼方向啊 不知道委員 您剛才告訴我是 一個澳洲的業者 跟一個美國的業者 我們要去了解 他實際提出資費怎麼樣結構 因為我們知道 是整個澳洲的市場 跟整個美國的市場 美國跟澳洲都有諸多的業者 他業者也有大有小 那美國的業者 那我請問你我們 電信三雄有賠錢嗎 我們中華電信 他最後盈餘 也創了他的一個獲利的新高了 就我所看到的企業 最後營收的總計的報表來說是賺錢 但在個別業務項目也有虧錢的 要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你看今天媒體這樣聽你這樣講 你也說要朝這個方向 也沒看到你提出具體的一個解決方案 我們今天 立法委員來這邊質詢NCC的主委 都是希望能夠提出問題 然後社會大眾媒體 希望主委能夠提出具體的一個解決方案 要知道具體的問題內容才會有具體的解答 你應該知道具體的現象狀況 跟目前知會對消費者的不公平嗎 包委員不公平是一個感覺 我要知道是哪一個項目出了問題 全國消費者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手機打濕話這樣公平嗎 成本跟售價差十倍以上 這已經討論過很多次 你以前都說這樣不公平啊 你也說要檢討啊 然後今天還是說朝這個檢討的方向前進 主委 是 這樣不好啊 是 我們會改進的 要誠懇要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嘛 你這樣消費者怎麼會對你有信心呢 我們現在在看啊 行政院刺激消費的方案裡面 我也認為是問題非常多耶 你們去幫業者解決問題 有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嗎 現在二機在過去這些業者 他們原本三百八十萬的用戶 他們自己提出解決方案啊 現在只剩下大概一百八十萬左右 一百五十萬 一百二十萬 現在只剩下一百二十萬 他們自己解決的大概兩百五十萬 然後你們還要去幫他們解決這一百二十萬嗎 你們要去解決的 是三機轉四機的這樣的一個用戶 他的用戶是高達一千九百萬 佔了六成手機的用戶呢 他到二零一八年不是七月就要到期了嗎 他特許期限會到 那你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跟我們報告這個分兩列來說 二機的解決重要 三機他高達一千九百萬的用戶呢 因為二機的執照到期是更早 而且呢其實如果可以把二機的頻段騰出來的話 可以讓四機的傳輸效率更高 這有除了個別消費者可以得到補貼的利益之外呢 還有拼補資源最大使用效益 它是兩重的考量 而且呢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本會最主要努力的是要業者也提出對應的優惠方案 讓消費者從二機轉到四機之後不會增加負擔 而且他如果只用語音的話 他可以停留在同樣的資費水準 而且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二機轉四機民眾當然會增加負擔啊 不 現在業者要提出的方案 你現在經過行政院的補助之後 二機升級為四機之後 民眾一年要多繳兩千兩百三十二塊錢 呃公告委員 我們正在協調業者要提出的是 讓消費者不增加負擔的方案 停留在原來支費的支付的一個水準上面 這才是真正有利於消費者的 你的重點不是說去補助二機轉為四機 而是要去考慮到一千九百萬用戶的 三機轉四機的這些用戶 另外支費才是重點啊 你四機本來有吃到飽 從七月取消吃到飽之後啊 他的用戶成長就沒有像過去年同期的 去年同期是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呢 然後你取消吃到飽之後只上升了八%左右 市場擴張過程會點心有這樣子的現象 你有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嗎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去持續的演出 一定是朝著這個方向 一定是這個樣子做的 那以後的你的評價就是朝著這個方向 十四好等於朝著這個方向 報告委員消費者的實現是逐步往前推進的 市村委啊 其實對於電信業的匯率太高 其實很多委員都已經質詢過了 那你像中華電信 它已經不是國營事業了 它百分之六十五都是外資 你去看看它的那個EPS啊 高到離譜啊 那它的匯率要經過你們審議啊 你也想想看 只有主要資費的部分是我們審議的人 對啊 那你也應該替消費者著想嘛 你讓那些外資賺那麼多錢幹什麼 中華電信除了A2之外也是本土的東西 你不會給民眾的小切信啊 尤其是剛剛那個李昆哲委員講的嘛 那個用手機打 打那個時候要貴到離譜啊 而且它那個成本是 幾乎成本跟它的收入是十倍啊 我想你們算清楚一點 那這個我本席也跟你們講過好幾次了 我是覺得說真的啊 那個你幹嘛還有那些電信 你看那個為什麼大家都拼命來搶 搶這種什麼 那個花那麼多錢 多多錢去那個去標這些頻道呢 所以應該站在消費者的立場著想 其實今天那個李昆哲委員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我是覺得說你不要說每次都想說 哎呦我們朝這個方向研究 講了幾年了有研究到嗎 那你有顧到那個一些消費者的一些潛力嗎 你不要說完全都招到價格 市場的價格不是政府命令決定的 不是市場價格為什麼它叫做公益 叫公益事業 它是講它今天是寡站耶 報告委員電信不是公益事業 它是寡站事業 它不是公益事業 它是兼有公益性質 那你讓他賺那麼多錢幹什麼 你看他拿你把他那個報表拿出來看一看 所以所以我覺得真的這個要好好去檢討 好 所以我最後一句話 那今天消費者或者是我們在座的媒體記者 只聽到朝著這個方向 這是你未來的評價嗎 然後你以後任滿下台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送給你一個匾額 大家都會送匾額嘛 就六個字朝著這個方向 作為你下台的一個匾額嗎 不需要但是已經深深落在你的身上了 已經落在你身上了 恭喜你啊 代替你身上了 謝謝 好